月 米月公主 你跑哪儿去了 米月公主 月公主 月公主 你怎么又上树了呀 当心摔下来 树上多好啊 看得又远又凉快 出国七百年 哪儿有一个上树的公主 公主为什么就不能上树 当公主又得傻呆呆地坐着 闷死了 什么话 小心一会儿又要挨板子 姑姑 你说宫里这么好 为什么小鸟都喜欢 飞到宫墙外面去呢 外面天地大呀 所以当公主还不如一只小鸟 有什么好 好吧 你就在树上待着吧 荣儿肚子饿了 可供要给荣儿 做好吃的点心去了 黄蝎奉事屈安之命 前来拿取祭品 请雏娘相助 你就是黄家的蝎公子啊 我们这里的人呢 都听说过你的名字 说你年少聪颖 举目成素 是屈夫子的得意弟子 黄蝎愧不敢当 瞧你这样子彬彬有礼的 是个小君子 我跟你说啊 今日厨房正忙着 给王后和姝公主 做桂花糕 所以祭品还没有来得及做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吧 有劳了 怎么少了 不可能啊 我刚放的 你看 你看我这记性 这事您可马虎不得啊 闹不好 咱俩都得挨板子 是是是 您多担待 好 奇怪 怎么又少了两个 真是怪事 我刚刚明明放的呀 我也看见了 不对 闹鬼 肯定有鬼 大白天的闹什么鬼呀 有贼 你给我出来 这小东西大白天装神弄鬼的 好 我就不希望抓住你 别碰坏了我的东西 我过来 别碰坏了我的东西 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小小年纪就不学好 别碰了我多来 你给我出来 别碰我的真心 我看你往哪儿跑 我爱他 小贼 你才是小贼 这膏本是我的东西 我这是自取 你什么意思 真是个呆子 宫里的东西都归大王 对不对 嗯 大王是我的父王 大王的东西要赐 会赐给谁 当然是赐给我吧 所以宫里的东西 也就是我的东西咯 说起来 你我从没见过面 却帮我 除什么 黄蝎只是看不惯 以大欺小 难怪 雏娘叫你小君子 来 月儿赐你一块糕 君子不少接来之时 哎呀 算了吧 拿着 不过你只有一块哦 剩下的是要留给我 帝帝芈蓉的 嗯 变高真好吃 你说 你 你是公主 难得楼甲 这儿也不是 大王的人女很多 只是你的穿戴打扮也太 太破 嗯 实在是不太像 不像个公主 他们也是这样说的 谁 那些像公主的人呗 你等着 不像公主又怎么样 那些像公主的人他们会吗 黄蝎心服口服 哎 行了 这个果子就送你了 哎 你这软鞭好灵枪 能让我看看吗 给 别人的软鞭呀 都泡不出狮子 而你这软鞭真好 既能打远物 又能打进物 真稀罕 哎 我在鞭子上啊 加了个小兜兜 打进物时是鞭子 打远物时啊 就是抛石锁 记得呀 小时候有一首玉鞭歌 白马 玉鞭 金沛 银鞍 今日啊 才算真正的开了眼界 你要是欢喜 我教你怎么用软鞭吧 恭敬目如从命 看 鞭是一条绳 全靠缠得清 使鞭时要收回如虫 放出如龙 你试试 来 抡 怎么好掉啊 孰能生巧 多练练 你就会了 师父在上 请受徒弟黄歇一拜 小君子 你有什么技艺 可以教我吗 黄歇无能 但我有一个师父 他可是天下第一 无所不能之人 真的 你若不信 等过几日 我带你去见他 说话算数啊 当然算数